MING PAO TORONTO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很喜歡90年代JDM的日本炮車 但在四大天王中 頭兩部已經變成神級作品 一部當然是NSX 一部是GT-R 已經炒得非常貴 剩下的還有Super Super動作也要幾十萬 RX7亦很貴 但RX7及我眼前這部GTO 究竟哪部才屬於四大天王呢 我不深究了 我當它是五大天王 以現在五大天王來計算 入手最容易的就是我眼前GTO GTO的全名叫做Grand Touring Organization 它的老祖宗在1970年已經推出了 當時是屬於Gallen的分支 但正式的GTO是何時推出呢 由1990年一代國出到2001年停產 1999年就正式退出北美市場 出口版當時是3000GT 香港也有 而日本版是3000GTO 前期型的GTO 四輪驅動 還有四轉的分數 但到1993年小改款的時候 剪掉了四轉 但波箱由五速轉為六速 當然它還有一部比較神級的 就叫做GTO的VR4 它有320匹 是特別大馬力的 如果你讓我選入手這部車 當然是最便宜 最經濟實惠的 就是中期這批車 你頭批那些一定是比較舊 比較矜貴 另外你說要玩Power的 一定是那部320匹 機器用了6G72 3000cc V6 24W 還有Intercooler Trim Turbo 一見就見到已經頗猛 不過物質質在維修方面比較困難 另外馬力方面 和前期一樣是280匹 扭力由42.5Kgm升到43.5Kgm 加了下跌 另外買這部車還要注意一些 它除了剛才我所說 引擎維修方面比較困難之外 其實有很多其他小問題 除了找零件可能比較困難 也要找真正可靠 懂得做這些車的師傅去製作 這部車是由於車身比較重的關係 它的耗油量是相當高的 亦都因為車身重 所以它亦都會蝕得快 所以當年來說 它比起自己同門師兄的Evolution 它真的輸了很多 但是你現在要當是一部珍藏車去儲 以入手價來說 這部聽說18萬元便可以買到年齡出牌 我相信要儲存這些 日本傳統跑車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 這次就被我抓到Angie說漏東西了 說漏什麼?沒有說內籠 GTO的內籠是不錯的 但整體設計上 唯一我不喜歡的地方是四點式軟環 四點式軟環 中間有一扁的氣袋 對比起其他五大天王 這個設計當然是失色 沒有那麼好看 雖然軟環不像炮車 但另一方面它還給予一些像炮車的裝飾 就是中控台上有三個固定的錶 好像以前的Fair Lady 三個錶有油溫、水溫和Turbo錶 配合GTO Twin Turbo的形象 說回這輛車 這輛是日本版 日本版在日本國內叫做GTO 出口或行貨當年叫做三次GT 當年行貨也曾經來過 就是前期營 就是跳燈 我喜歡跳燈的樣子 明燈的樣子是平實一點 對比起五大天王 GTO我給他頗高分 為甚麼呢 除了跳燈又有型 另外就是很多高科技 當年三齡車廠的高科技 全部扼殺下去 所以足夠高科技之餘 車價也是當年比較貴 都貼近到NSX的水平 高科技有甚麼高科技 四驅四轉向 這個在五大天王裏 四驅有GT-R 是四驅 但四驅只有它用四驅 高科技還有電動升降的尾翅 以及電動降落的頭順 當年沒有斜有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真是劃時代高科技 除了軚盤不足其他五大天王帥之外 其實那張椅子 你看起來好像平平無奇 大大漿漿 不好坐 對呀 它真的不好坐 但三齡車廠很聰明 它加了按鈕 它是可以有Lumper support 之外還有一個可以夾緊兩邊的腰 令到你好像坐在一張Bickard Seat 所以在彎中真的很舒服 有時沒有讓它看見它的樣子蠢蠢 但其實這張椅子真的是 內床原機 一來它對比其他五大天王 GTO的面世時間是比較遲 所以人們都已經買了好東西了 就算有這麼多高科技 人們都會想想想想想想 所以令到GTO的銷售情況都不一般 雖然它不一般 但剛才說的 廠30都是落足料 V6 3024W Twin Cam Twin Turbo 280匹 五速波箱或中後期六速波箱 我現在駕駛的時候 這副3000V6 Twin Cam Twin Cam Twin 都頗厲害 在2000吋過後 嘩,你看看 那股力很結實、澎湃推你過去 如果對比GT-R的表現 這個是結實很多 比32GT-R 完全是V型引擎那種特色 是很硬 轉速速度很快 另外至於操控 這架是中後期版本 所以背了四軸 就是四驅 在彎裏面都相當靈活 因為車身比較闊 以及扁 所以整個動態 在彎裏面的表現是不錯的 但還是有少許四驅車的天性 有少許推頭 比起脫尾的推頭 當然是更容易控制 所以這架車是不錯的 至於五大天王 你叫我選擇 會不會選擇GTO 如果找到明燈 我會選擇